四季母开尼龟 嗯 我头发在那边梳一下 嗯 梳起来 宝贝我们去拍照片啊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南匠 还有林匠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去拍 那个南匠的那个周岁竞技术照片 我来瞅瞅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来这边拍照片 那个时候林匠是刚出生 给他过来拍那个一百天的照片 好像是咱们中国年的前后 也是那个疫情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之后就是三年 现在是今天要来给老二拍那个 一岁呢周岁纪念照 因为这边怎么说呢 周岁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 然后我就想给他留下一些 所以今天要去拍照片 现在已经有时间了吗 是的 是的 去吧 像是非常好 如果有些烤衣服更多,就墊贴可以 所以,再也選我吧 如果是很不容易的,可以在看 妓婦是很大,是大きい吧 嗯,我的髕毛布都是看到不太,所以髒髒 我如果髒髒髒的髒髒髒髒,就好了 可怕 髒髒髒的髒髒跳 これで我吃醬 现在我自己剪辑 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感触还蛮深的 这家店跟我们还是挺有缘的 第一次是我跟我爸 来拍那孕妇照 就是我怀林匠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 快生了 然后有六七个多月吧 七八个月的时候 我们来拍的那个孕妇照 完了之后就是林匠的那个 一百天照片嘛 现在变成了一家四口 这三种照片 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写实 成年以后结婚 花孕生子 然后一百天 然后周岁 现在是我们今天选的是 拍一家四口的 然后还有姐妹俩的 还有之后还得给他们换那个小洋装 给那个男家一个人拍一些 然后还让他跟姐姐一起拍一些 结果一瞬间拍一瞬间 今天赶紧不错 我以为这小家伙要哭谁知道他的装的很好 这点也许和国内是一样的 就是拍摄的时候你拍多少都可以 然后价格都一样 但是就是那个选照片 选套餐的时候 这边我觉得太贵了 尤其是过焦 就是你一张照片 普通的那个照片 过焦的话 一张都要三十块钱 就是光过一下焦 如果不过焦那种就是容易褪色嘛 就那样的话 洗一张的话也要一千八 就是现在画人民币的话 就是九十块钱 再过一下焦 等着一张照片 普通照片 就要一百二 但是涉一料真的不贵 涉一料一共才 三千三就是一百六七十块钱 反正这里面还 那个衣服的话是选衣服 是我们今天好像是免费的 我都忘了 没怎么仔细看 那就是预约了 那天打电话就预约说今天来拍 但是呢 怎么说呢 给小朋友拍照片 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 因为小朋友啊 他会好动啊 尤其南疆现在这个年龄 今天就他头上那个 呃 框头上那个 就带了好多好多遍 他抓下来好几次 一开始是我给他带的 后来我自己都放弃了 呃 哎呀 反正怎么说呢 呃 花点钱给孩子留下一些 呃 美好的记忆 就是说以后留一下念想 给孩子们看看 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毕竟这怎么说呢 像啊 一周岁啊 或者说 那个百天的时候啊 这些都是 一个人也只有一次 那么林江的话 啊 一岁也没拍 因为那时候 就是后来疫情嘛 特别严重 就没有拍了 啊 等以后 今天拍完那个 老二的 那个一周岁照片 以后可能就是 姐妹俩拍那个 七五三了 就是日本这边的风俗 穿那个和服 你们看林江穿这个衣服 好看吗 当时我跟我爸说 再过多少年以后 他是不是就会打扮成这样 然后就成为别人的新娘 就要出嫁了 呵呵 所以啊 想想人一生真的 呃 说长不长 说胆不胆的 真的很快 尤其是小孩子 他在我们身边的时间 嗯 我们当然能做到的 就是珍惜当下 就是好好 能多陪他们 就多陪他们一些 等以后 像大家说一样啊 他上学了以后 真的就离我们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就越来越少了 朋友们 作为父母的 我们都加油吧 好好珍惜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你说自己家姑娘 怎么看都怎么好看 那个南江 就像个小男孩似的 但是他今天真的很棒 一点都没闹 就是没哭哈 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开心的 但是真的没有哭 然后林江也是很乖的 嗯 他很配合 那个工作人员拍照 喜欢臭美 可能真的就是姑娘大了 都会成为这样的 嗯 一会儿拍完了 我们寻思 今天在外面 就稍微吃点东西 然后就回家了 但是看现在这个样子 小老二好像 有点累了 还饿了 太可爱了 拍完了 让我爸带林江去吃点东西 我带老二去喂点奶 不是吧 孩子饿了 这开水不能用 好了回家了 还有两周 我们才能拿到照片 到时候拿到了 就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看 他们进去 给我想的 他们发ák 在生活中 我们上访 都会 都等下了 都会 都 都会 都会 感谢观看